好 關於約伯記38章35節那裏 神同約伯講 你能不能發出閃電 對於約伯來講 他完全不知道是什麽來的 他都覺得我當然做不到 你又做到了 你能不能發出閃電 等這些閃電走去 又跟你說我們在這裏 那就是 在當時來講 他們根本沒有辦法明白 這件事怎麽會發生的 就是怎麽可以 他根本沒有突然說了這句話 就是當時那一刻 你應該和一些朋友 不是 過後的 過了 就是神和他面對面的時候 神和他講話 最後的時候 就是過了那些事情之後 神和他講話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能力做這些事 而講到神是有這種能力的 但在他來說 根本就不明白 就是閃電怎麽可以傳遞信息呢 但這件事就到今天 約伯記38章35節 我們讀一讀給他錄音 你能發出閃電 叫他走去是他 對你說我們在這裏 就是閃電能夠傳遞信息 而這一個又是 現代人經常都用的信息 就是我來到這條街口 你現在在哪裏 這個都是很奇妙的 為何會知道 我們現代人經常都用這種信息呢 這個就是神可以知道這些一切 那這個 就是解釋這個 為何 因為當時用家裡的電 所以神就要用閃電 而閃電和我們現在家裡的電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是很強的 那意思 我現在回答的問題 就是關於 神是充滿慈愛 舊約都說 神是充滿慈愛的 那 為何神殺人呢 我們需要明白神 他有兩個主要聖情的 一個就是慈愛 一個就是聖跌公義 那 有些人就說 如果神只是慈愛 便好 但如果神只是慈愛 沒有聖跌公義 也很大問題 為何呢 為何天堂這麼漂亮呢 就是因為天堂是聖跌公義 那些人不再吵架 沒有人生氣 任何的那麼多的小罪都沒有了 即就算心中不喜歡 我們 世上都會有些人 不是那麼喜歡 就是覺得這個人很煩 這個人的生命有問題 就是對於他都不接納的 但只要這個人真是信耶穌 他上到天堂的話 他真是 當然信耶穌的意思就是 他跟耶穌有關係 已經說到 不在耶穌裏面的 是雕在外面 枯乾 甚至是燒起火 烈烈烈 如果跟耶穌是靈關係 沒有跟從耶穌 沒有遇徒 沒有遵從耶穌 他是不得救 但不是靠行為得救 那天堂呢 就好得不得了 因為那裡 再沒有人吵架 沒有人生氣 沒有人看小人 即是甚麼不好的東西 都全部都沒有了 於是 神的聖結是很漂亮的 如果天堂稍微有少許罪 都很煩 譬如去到天堂的人 開始 哎呀他很煩 他以前又不喜歡我 現在都是有些不喜歡我 少許不喜歡的 不過 看看看看 都是不太對路 就是 越來越不喜歡 那到了過了一千年之後 你想想 相處一千年之後 開始 就是 怨恨越來越強 天堂變得很難頂 要永遠在那裡 永遠都對著那些人 那麼難頂 但是天堂呢 就是好得不得了的 所以神的聖結 公義是很漂亮的 但是聖結公義 又包括另一件事 就是聖結是不能夠容忍罪的 而且他的公義 也是罪一定有審判 所以如果單純 按照神的公義 他現在可以即時毀滅所有人 他即時可以 因為他按照他的聖結公義 看到人的時候 他是頂不住的 但是因為耶穌的贖罪 耶穌的恩典 和他愛他憐憫人 所以他流傳這個日子給人 好了 在舊約的審判 聖經講到 神的懲罰審判 都是有慈愛在背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一個警告來的 就是神的審判 當時以斯利人出埃及 那些國家聽到他來 打仗到處都每次都打贏 所以那些外邦人有些很害怕 有些外邦人都跟隨了他們 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人跟隨了他們 好像聖經裡面說到 有些耶穌的家譜裡面 都有些人是外邦人來的 讓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神的管教懲罰 都可以讓人知道 原來在神裡面的恩典裡面 那種未善 於是人就會回應神 好像大災難 聖經講到其實大災難 我們是經歷大災難 很多人都說大災難支持避難 但我在網上看到災後避難 而牧師會看到 我用聖經支持的 不是憑思想的 而是聖經去證明的 那我就知道是要面對大災難 那大災難呢 很多人都很不明白 為什麼要有大災難呢 聖經講到七印七號七碗七雷 都是神開始的 不是魔鬼開始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聖經也講到 那些王將他的權交給這個獸 是要成就神的旨意 聖經是這樣說的 成就神的旨意 我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他們是獸權 即是他們賜權並給他 因為只有神能賜權並 獸是神賜權並給他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自己想法 就有可能在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其實大災難也有另一個特色 就是有些恩典是專為基督徒的 還有神的祝福 譬如有三年半 其實大災難是三年半 不是七年 有些人說是七年 其實這個我不詳細說 他就根據《大宴書》第九章說到 上文說了《壽高君》 然後說《壽七之伴》 很多人建立盟約 其實上文說的 他是受高者 基督和很多人建立新約 還有廢掉獻制 因為新約再沒有獻制 其實說那個不是敵基督 是說到耶穌的 所以是沒有三年半小災難 三年半大災難 就是三年半大災難 他講到是神給他三年半的時間 好了 但是有些作為是神特別祝福 三年半那兩個見證人作見證 有大災難 如果有人不聽話 他由口中開了火出來燒滅他們 還有開了《無底坑》 沒有仇、沒有神印記的人 沒有神印記的人 沒有神印記的人 還有《啟少女》說到 《壽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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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開始失敗了 失望了 失望了 他就開始說神的宗教怎麼會這樣 所以在敵基督很旺的時候 他不是一下子全世界都佔領了 後來有十個旺 將他權交給這個敵基督 所以是有時間的 那些人看到敵基督那種霸道 他的強勢 和預言應嚴 所以我們基督徒在那時候 是應該作見證的 是會叫很多人相信耶穌 所以啟事錄 這個大災難 是會成就一些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可能有大規模的人相信耶穌 但是在基督徒中 也有很多人跌倒 有離道反教 還有很多人哪有很多人跌倒 並且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毀 這是馬太二十四章所說的 所以大災難都會成就一些事情 令到很多人悔悔 知道這個是神 哇 基督徒真的是不同的 那些不信神的人 哇 原來去到這麼邪惡的人 就會令到更多人會跟從神 這就是神 有時在懲罰的時候會做的事 是會令到更多人會悔改信耶穌 還有就算神去擊殺的時候 有些人都會在這個擊殺的過程悔改 他呼求神的時候神都可以拯救 雖然在舊約就是要獻祭 在啟示錄拿了獻印就沒有了 因為有三個使者宣告的時候 有三個天使的非 這個另外在啟示錄裏面有三個很特別的 第一個天使就叫些人去敬畏神 敬拜神 第二個天使就說到這個 那個巴比倫大成 談到了 第三個就是說到 受了獻印記拜獻的人 他們是永遠在火裡的 所以受了獻印記就不能夠 所以你將來千萬不要受獻印記 也都勸人不要受獻印記 因為當時很害怕的 其實現在很多事情都在預備著 這個獻印記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他不用錢買東西 為什麼要知道不用錢買東西呢 他說你有這個獻名 獻的數目才可以買賣 那錢你就不用獻名 你用錢就買了 這個很可能的 可能錢也要有獻印記 在手上或者押上獻印記 現在也有些人獻了晶片的 但是那個晶片現在暫時來說 不是獻的印記 為什麼不是呢 因為獻的印記 在啟史錄十三之後 就講到這個獻的印記 就講明是敗獻 所以現在那些人 因為有些國家 為了方便 就整那些晶片 就可以整在一個人的手上 這樣就 他買東西 搭車啊 嘟一嘟這樣就可以了 但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好的 現在不是獻印 但是這個是會預備將來獻印 那將來怎樣呢 所有有這個印記的人 都要拜售 那你註冊了 你承認拜售 然後你的號碼就會激活 激活 激活 然後你就買到東西了 所以將來 敵基督就可以使用這些系統 用這些手機付款 他可以用這些方法 不是說現在 這些就是 就是敵基督正在用 現在敵基督正在用 他未出現 但是他可以隨時出現 他可以隨時出現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的 OK 還有沒有問題歸 那我先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所有的災難 有時成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人們會看到罪惡的可怕 以及看到罪可以帶來的懲罰 也有些人就會悔改 那就算他最後一刻 那個懲罰來的時候 他呼叫耶穌 神都可以拯救他 就是有時最後一刻 雖然大災難 可能很多人一起集體死 但是有些人在呼叫耶穌的時候 他都可以得救 嗯 你知不知道 是 為什麼神有這麼多的慈愛 因為這麼多的律法 其實神藏做這麼多的律法 都是為他們好 其實都是表達他的慈愛 譬如說他定了十屆那些 其實是為人類好 就是不想他們離開了神 是 但是他所說的是 為什麼舊有激殺 激殺 舊有激殺 也有些人說 就是他審判加南地 其實審判 神是有權隨時做的 譬如 在新約聖經 在新約初期教會 阿拉尼亞薩菲拉 他們騙神的時候 他是即時擊殺的 即是神可以這麼做 但是神現在沒有這麼做 但是神可以做 譬如例如李小龍 他是不是神懲罰他 因為他做了一套影片 叫做《死亡遊戲》 他臨死之前幾天 剛剛我在香港 我就看 即是很正確的 因為我不是經常看電視 可能家人看開 我走過看到 我就看一下李小龍訪問 他死之前幾天 我看到他訪問 那他訪問是說什麼呢 就是有人說他 是要脅他 或者都要脅他 李小龍就示範給那個人 那個應該是何守信 好像是 何守信 在網上有一個 何守信的YouTube 他就說 當時李小龍示範 他說 我一用這個寸勁打你的時候 你不要抗拒 你放鬆 你就沒事的 他寸勁就是說 我手指尖碰著你 但是我一寸的距離 一用力 立刻你就會受到很大的力量 他說如果我要打這個人 我不用用把刀 就是他回應這個人 但是他很驕傲 他的頭一直是惡起的 一直這樣惡起望人 是非常驕傲 那是不是神不起完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都可以是一些 對人的警戒 就是神的懲罰 對於在《舊約聖經》裡面 因為神要把這個加拿地 刺給以色列 所以他就懲罰當時的人 就是他的末日度了 就是好像羅雅方舟的時候 他們的末日度了 而加拿地的人的末日度了 但是如果當時他悔改 他是一樣可以得救的 他們的末日度了 所以神即時行這個懲罰 但是如果當時有人看到 神可以有的懲罰 那麼他們 不見太多 有一點,這麼可以 他說得不合計 說得不合理 他說得不合計 他還是無門 也不知道 他就這樣說 那是誰 還是人全部 他或是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